7月10日,有网友发文称,云南昭通永善县6名村民已因早期中毒不幸身亡 12日,有当地村民告诉极木新闻记者,当时先是有一人中毒,后来有村民去救,结果也接连不幸中毒 据悉,目前当地已成立调查组调查此事 视频显示,在一农户家门前聚集了很多人 一名女子坐在地上伤心痛哭,多人上前安慰 有消防车和永善县急救中心车辆来到现场 有当地网友称,此事发生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新拉村,已因早期中毒致多人遇难 7月12日,记者从新拉村多位村民处了解到 事发7月10日,有6名村民已因早期中毒死亡 先是有一个人中毒,后来有村民去救,结果也接连不幸中毒 有救援人员称,他们到达现场时,其中有4人就不行了 另外2人被送往医院,但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当地一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称 有6人已因早期中毒,均已不幸身亡,涉及几家人 永善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当地已经成立调查组调查此事,之后会对此事进行通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